好的 我们小任务基本上全部做完了 那我们接着来做一个大任务 那这个任务地点的话就在这里 大家来到我们旁边这个传说锚点 好的 将我们这个视角往这个方向调整 咱们顺路的话将这个传送锚点先开启 接着我们往这个任务指引的方向前进 就在这个下面和他对话 对话完毕后我们就接到这么一个任务 大型的任务 水仙十字大冒险 然后我们按照任务指引的方向 在这个边 这边的话 我们往这个下面游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扇门 好 进来的以后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一个传送锚点 一个水里怎么会有火把呢 那我们任务地点的话就在这里 好 下一步的话要我们帮助这个小卷青菜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扇门 我们从这扇门直接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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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攻击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会有铺路 好的 下面的话前往指定的地点 然后我们从这个楼梯上来 那这边的话要我们和雅克尔对话 然后这边的话有三个小家伙 好 这边的话要我们镇压三个水炮的阵地 然后在我们的蓝方向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宝石 攻击一下 这里会生成一条路 好 这边的话躲一下 再攻击一下这个宝石 好 这里马上跑过去 然后这边取走这个水种子 将这个怪儿清一下 好 清完之后的话 我们前面这边的话我们直接进入 好 左边 好 那我们已经进入 全面盖了 好 这个鬼 好 呢 好 这个鬼 대낙 好 是 好 好吧 在这边 好的我们第二处挡完之后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一个传送点 直接进入 好的下面的话 我们继续按照任务指引的方向 锁拐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个水晶 好 这里躲一下 好 这边的话建议大家切换一个弓箭手角色上来 然后我们先将这个打掉 然后用弓箭手角色瞄准这个 再瞄准这个 好 这里的话我们直接上去 好 下面的话我们前面的弓箭手 连往指定的地点 好的 这边的话会出现一个华丽宝箱 在我们前面有一个大的泡泡 好 咱们进入 好 这里的话这个水晶筒是必拿的 好 进来之后我们首先要解锁一下这个传输锚点 然后在这里游泡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里游泡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点 就说你不要下潜的太低啊 你下去的话下面是空气啊 直接掉下去了 如果你掉下去的话你回到这个传输锚点 好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现在的话我们前往 这边的一个黄色圈圈这里 在这边的话有一个宝石啊 咱们攻击一下 然后这边的这个水炮就可以通过这个 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处的机关 那第二处机关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条线 就是这样的一条线 然后按照线的方向 好 你过来 那第二处的宝石的话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咱们先下来啊 不要下太低 慢慢下来 好 差不多了 不要再下了 再下的话就会掉下去 然后从这边落过来 好 第二处的话我们就成功了啊 那第三处的话是在前面这条线这里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宝石 好 这个宝石的话是被锁住的 咱们先来到左边有一个海报 咱们吸收一下这个能量 然后我们用这个异技能来打 好 我没有银子 我没有银子 要一个事实上 他有一个换草 就是 一人 陈棉 好的 现在的话我们再解锁一下这个宝石 然后我们等待这个球过去 好的 现在的话我们来到中间有一个华丽的宝箱 这个宝箱的话是必拿的 好 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按照任务指引 咱们先下来 下面的话就是这个空气了 好了 这边的话我们直接进入这个高塔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水炮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直接上去了 好 这边的话有一个珍贵的宝箱 建议大家先拿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直接进入 好 我们第一幕的任务就完成了 下面的话就是第二幕 那我们下一期再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